气虚的人这个月用它煮水喝,补气生津还能沥湿,一举补到位,天越来越冷了,补身体的时候也到了,经常有人说崔医生,我总感觉自己没劲,不想动,天天老是想躺着靠着,家里人都说我懒,我感觉自己是身体出了问题。 说的没错,这种人就是很典型的气虚,其实人体的动力气虚的人就像是漏了气的气球一样,动力不足,看着没有活力,除了不想动乏力,稍微动一动就累,经常还会伴有脏腑功能的减退,比如说抵抗力低,爱感冒或者是失意下降,消化不良,大便费力等问题。 可以说气是人所有生命活动的基础,补气就显得尤为重要了,那么今天崔匠给大家分享一个方子叫做七味白竹散,这个方子不仅能补气能生筋,同时还避免生失,咱一起来解读一下这个方,首先这个方中有人参、白竹、茯苓、甘草这几味药,这是四君子汤的组成,四君子汤是补气第一方, 能够见皮液气,皮是后天之本,皮养好了,气血才能源源不断的生化,保证充足,然后是葛根这位药能够养阴生筋,同时还有生阳的作用,让阳气正常往上生发。 还有一位木香,这是个行气药能通力三胶气机,让气往下走,和葛根一声一降,调畅全身气机,让我们的气不仅能补进去,还能够顺畅运行。 最后一位霍香,也是个芳香类的药物,能够行脾,它是表里都能走,唤醒脾胃,同时还能带走脾胃里的湿气,沥湿又能避免生湿。 这个方子就很适合气虚的人来用,但是要提醒大家这是个基础方,在临床用的是吧, 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去进行加减变化,所以如果你有需要,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用药,不要擅自用药。